說到的前來看我們的出賓 南韓 南韓的中央 從本部再去通報說 第一次新增加 割增的倍率是五千五百六十七例 全國總共有割增 有夠五十二萬八千六百五十二例 因為這個集合 就是白天禮拜是減七量 有減少的關係 所以一天新增加割增的量 比今天一天減兩百五十例 不過以往比上星期 結出六百幾例 割增的倍率是真的有夠 在南韓的病例繼續增加政府部門 公約部門也很緊張 就要看疫情發展 決定說要安裝條件應對的措施